FMQ1.5 自由之下 漁夫自由走 今天呢 很欢迎又在空中给大家记名啊 那么 这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科技的时代 你如果说要 过去如果在听说话 一般主持人说要说哈啰一下 可能 就要下坏啦 撒毁啦 现在很简单 忙楼 忙楼公公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这个 广播放在忙楼里面 很多朋友也这样 响应热烈啦 回应啦 回馈都很热烈 所以 也在这里 把我回应的朋友 谢谢大家 大家 多多指教啦 今天要来说的 这个 租地呢 是要来说 那入秋以后来台南 感好 感好 好 那 最近呢 最近两个 我在说 在冬天的时候 其实 尤其是秋天以后 我就更爱出门啦 夏天 我还是很热 出去 我就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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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日治时期 日治时期 日本人来在台湾的时候 那么 尤其是在台政时代 大政时代 大政时代 大政喔 有 有 知道说 一个地方 叫做 台南策后所 那就是 过去日本人 很早 以前 就在台南 台湾 科学嘛 那时候 中国的 中国都没有科学 日本人是 算阿州 那就是 向西方学习 当然中国也有学习 但是问题是中国学习 都学到不知道在学三回 中学为用 西学 西学为体 中学为 中学为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我说三回 所以 中国 其实 中国 为什么在 那个 现代 向西方学习 不成功 就是 你过去的 包法就 抛开 啊 日本 很奇怪 日本这些国家 就是 我如果给你打牌 我就给你恶 啊 他越恶又越厉害 所以 现在我说的是 最近 台南 在台南策后所 的旁 后面 那个地方 也是 策后所和 天宜公廟 中间 有一个 叫做 银料理 银料理 啊 这是 这是一个古籍 最近 飞银 飞银 啊 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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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记 里面 就是说 日本啊 东西啊 他要 为一个小岛 要小小的几个小岛 这个岛 这个岛国啦 四个岛 一个小小的岛国 然后要成为世界的列强 那么 日本经过了明日维新 啊 啊 当然 他们的路也是很辛苦的 啊 但是 日本大概是 都把西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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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 但是 日本人有一个 啊 就是说 那些欢空的 欢对 现代化的 慢慢的都消失去了 包括那些武士啦 整个都消失去了 那么 日本人 开始在接受西方的文化 其实在 对这个 大政的时期 跌跌十一年而已 虽然跌跌十一年 但是这十一年呢 你本人称之为 大政文化 或者是大政浪漫 是怎么这么说的 因为 日本那时 尤其 一九空五年啊 跟这个 啊 这个 苏母 Russia 路西亚 他们说路西亚 日二战争开战 啊 整整到 啊不然呢 日本人虽然怕贏 欸 那不简单呢 日本那时 跟那个苏母小台 开玩笑 他还要跟中国修台 还要跟 这个苏母修台 啊 啊 要跟Russia修台 那不简单 你知道 那时 这个苏俄大 是世界列强里面 国力最强盛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 这个 波罗地的舰队啊 齁 战力齁 齁 那时 全世界都会怕他 而且他的高加索的寄兵齁齁 齁 都很用的 都很用的 所以日本 你如果有去看那出的 板上之云 齁 齁 我叫他一个电视台湾 在传播 板上之云 啊 这本 这部的 电视剧齁 齁 啊 其实他是正常行删 三个人删的 就是司马辽太郎 那司马辽太郎 这个人 跟李政总统很好 跟李政总统很好 啊 他删的东西呢 他有很多 他有什么删这本删 他就是说 因为日本呢 一定在这个 近代这个 一二十年来 齁 日本的经济都一缺不振 啊 所以呢 他就要鼓励日本人 齁 他就要删这本删 说 描述那个当初的日本是要为一个 十三个国家 齁 很小的国家 十三个国家 慢慢的走向世界列强 那 那 这部电视剧齁 齁 我们台湾不再宣传 齁 其实是非常地好看 齁 啊 那么 就在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故事 啊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日本含这个 这四个打赢了 日俄战争一岁打赢 齁 啊 啊 他们在辽东半岛 在那里的土地啊 他想要 这些地方的势力 但是呢 列强出面干涉 啊 大家要知道齁 日俄战争对日本来说 啊 我特别的那时候 又去看他们的那个 该想我去的是 他们的 财长啊 财政部长 刚好 就高小士卿的款 齁 我不记得 可能 我不是这个历史的专家 就是我 有特别去参观 他以前在住的那间房子 齁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去 欧洲 这个日俄战争 他去募款 啊 募款喔 全世界都没人要插他 日本比较有可能 比较有可能的事情 比较有可能的事情 齁 齁 所以呢 像我们台湾齁 我们台湾最没自己的一堆嘛 那台湾哪是中国的对手啦 齁 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 有另外一回事啦 就是说你有志气 没有 要有一个志气 齁 不是说港湘台说要做用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自己的国家 文化 要有一个志气 有一个主心 齁 那么那个时候 他们那个财政部长 其实世界的募款都怕 都没人要插他 但是啊 好解在那时候 有一个犹太人 很好到来 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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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顔 estão 啊 啊 啊 出国了 澳洲,灣東這個地方 所以,日本就是探這個時候崛起 趕快的,整個東風的行李都在獨棄 那時候我們台南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 那時候台南是一個港,一個港口 如果有認真去看歷史資料 那時候我們跟那個汕頭、日本、香港 尤其是東南,都有關係 都有貿易關係 其實我們台南,我們台灣經過兩島的 比較強盛的時候 一個是德行公的時代初期 初期也是 因為就像說,他們整個海岔出身 本來就是這些河南人,什麼都在做行李 那到日本這個時代來 開始也是,探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已經戰敗 歐洲太前了,戰得大家慾勵 他很高興起來 高興漁翁得利 所以到這個代情的時代 就出現要大正文化 或者講大正浪漫 那時候西方的東西也團結得比較多 日本人慢慢開始流行 那個時代就是開始流行說 你只要穿洋裝 那個時代就一定開始對西方文化 跟那個思想也比較多元化 所以因為是一個很浪漫的時代 叫做大正浪漫 浪漫嘛 台情的浪漫 那個時代 我有一段人聽了一個 我們老大哥說 那個時代 雜佛人要穿出門 穿誰 我說要穿什麼 他說 你不知道要怎麼穿 頭腳要第一種 巴拉馬 巴拉馬 巴拉馬的帽子 巴拉馬的帽子 是不是巴拉馬做的我不知道 我們是真正的 巴拉馬 馬 帽 這齁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 知道人比較不會看那個 紅跟那個 鞍的音 所以巴拉馬 帽 齁 齁 就要這樣翻譯才會清楚 巴拉馬帽我也看過 欸 我也在 我也不記得一段 我看過 看過 他的巴拉馬帽 齁 他那時候用什麼 用一個 木 用木造的 一個 小小的 一個 鞋子 啊你齁 巴拉馬帽 把他放他的鞋子 裡面 一頂沒有 好啊 啊 把他放進去 差不多 我們現在在放那個 我們去買起鞋 但是起鞋子 這樣 啊 拐拐拐拐 在裡面 啊總這樣 把它塞起來 都把它關起來 放到那個鞋子裡面 啊 這樣 大家應該想嘛 你如果拐成這樣 啊 要拐的時候 要拐的時候 把鞋子打開 啊那個鞋子 都拐一下 跳出來 啊跳出來齁 整頂好好 都沒有責文 齁 齁 所以不怪那種鞋子 人特別愛啦 齁 啊當然 那個 日本時代是不是說 好爬到的人 第一種巴拉馬帽 我就不知道了 齁 但是你如果 可以看到說 在 很多這個 修飾 還是藝術文化裡面 的表現就是 那個時代都是第一種鞋子 齁 很多人留在第一種鞋子 到現在也是齁 齁 現在我們買一種鞋子 就很好的齁 齁 那麼他就 那個 那個時候說 要在巴拉馬 那個鞋子 那個鞋子 對吧 要穿八色的鞋子 齁 八色的鞋子 啊八色的鞋子 要隔一個鞋子 齁 齁 啊有的當然 沒有隔一個鞋子 齁 我們普通 如果是穿鞋子 就不能穿鞋子 齁 齁 齁 穿鞋子 我外面穿鞋子 才會看著 齁 啊穿鞋子 也不能穿 那個 那個 白色的鞋子 齁 照理說的 世界的這個鞋子 白色的鞋子 是在穿球鞋子 啊你穿鞋子 要讓你穿鞋子 還要用一個白色的鞋子 要怪怪的 齁 怪怪的 就是現代人 沒在講求這個 我一個朋友 穿鞋子都不會穿鞋子 齁 齁 所以鞋子就要白襪子 齁 要黑襪子 不能白襪子 齁 所以 但是 在那個時代啊 不是這樣穿 你如果看那個 烏煉鞋子 電影 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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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如果 看這個 日本的 日本局 齁 日本的上層的人 齁 他穿那個河府 那邊穿鎚子 這也是很正常的 那也是表示 他是很有追準的人 才會這樣穿 穿鎚子 起起 靠... 客家人來了 客人來了 亞社來了 齁 所以 在那個 台中的時代 這個 鑫料理 在那個時代 起起來 起起來 那麼,我看這個電視啊,每天有一些記者投給牌去的 記者不是投給牌去的,是本來就沒有投給牌去的,要怎麼牌 他說我們不知道會太太冷了 反正啦,那個,他們就說,啊,這個英料理,把回合起來 為什麼才會沒有流推啦 各位要知道這英料理是經過一個很長的歷書裡面,叫招攤 來的什麼,國民黨政府來,青菜、黑白和蔥 後來有一陣子做那個,做宿舍 我記得是做那個,好像是做台灣醫中的宿舍還是做成功大學,我不記得 做宿舍,破破爛爛,啊,破破爛爛每天都看 有一陣子說,哎唷,啊,開始遇上了耶,開始在蓋了耶 竟然蓋起來,啊,就是我跟你說,現在你看到那個英料理 其實呢,他的樓下是廚房 啊,上面呢,上面,是一個,算隔樓室耶 啊,他現在揮好的,只是他基東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而已啦,他的規模其實是非常的大 那麼那個,在那個英料理,是在那個廁所的旁邊,啊,前面還會看公火燈啊 啊,那時候還有一個,台南金無名的旅館叫做四春園 啊,啊,對面還有一個柳屋,啊,還有一個吳圓,還有一個台南州廳,啊,還有一個台南州廳 那就是說,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啊,那個高官賢貴,啊,他如果要操責,就去英料理裡面,啊,去那吃好料,所以還有藝劑在旁邊幫你補 這,這種是要在找啦,這種現在去驚討,有啦,我經常,我在驚討,經常看到他的藝術,藝術,那幾個四年,那要吃一頓,幾個四年 啊,但是他們在敲事情就在裡面敲,啊,我們怎麼知道,日本有一種政敵叫做廖廷政治,廖廷,他說你現在說政敵可以嗎,要敲事情可以嗎,來,我們去英料理, 要敲事情,啊,當然,我們台南國來就比較不是這樣,要來賓作時期的什麼歐洲人家在敲事情,啊,啊,現在是,啊,其實廖廷政治到日本也是這樣,啊,廖廷,早期的廖廷裡面,啊,去那,去那敲那裡有的無的事情,啊,他們料理就是那個時代裡面,在敲事情的所在,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他也是顯現出是, 我們在這個,啊,台南那時代,炸政時期的繁榮,啊,你當然要好怕,人家才有時候說我去那吃飯,他還叫他來嘛,對不對,啊,所以,但是,我跟你說,啊,來的時候,我們以前就,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啊, 啊,看來這裡日本的,日本的建築,他就這樣不知道是在現什麼人,啊,租公,啊,什麼都把他打開,啊,不然就沒辦法插他,所以現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不過,這個把它蓋起來之後,啊,哎,我感覺,在這區,啊,這個,觀光的導覽上,啊,一定成, 形成,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路線,啊,除了說,有我們的,啊,啊, 我跟葉石濤他在講的那些足跡以外 而且你如果說經過這個英料理 還經過那個 剛才英料理之後都要喝零百貨 所以整個樓你就慢慢想像說那個時代的繁華是怎樣 那麼這就是在說英料 是為什麼沒樓梯 很多記者在說為什麼沒樓梯 所以不知道他不是主動嘛 他是另外幾棟 這樣樓上同位北棟的 北棟的回廊同位這棟 起床的這棟進來 所以沒樓梯啊 你也不是廚房啊 你客人吃東西的跑去廚房 要說什麼 也不可能廚房我吃東西的我跑去客人 我在那裡住民家又跑去客人 所以就沒樓梯 所以這個 在問的時候 我們現在問他提 記者在問 你也稍微用那張腦筋 對吧 那怎麼會沒有 跟你講說沒有樓梯 他本來就沒有規劃樓梯 你也說真的沒有樓梯啊 沒有樓梯 我們那時候日本人都會輕功 都會背起 你也知道 一定是包圍通過的嘛 所以呢 這就是樓梯 這就是樓梯 今年冬天 剛才開幕 那就是在聖誕節的前一個 就是聖誕節的晚上開幕 那現在做起來又漂亮了 那有樓梯 大家來那坐一坐 另外一件 那冬天的事情 最近我比較快樂的就是 牛奶蜜澡 到冬天的時候 這牛奶蜜澡 一年到一間就收成了 那我最近啦 到冬天我就出遊 啊出遊呢 去做什麼 去去那個 南西啦 這個玉津那個地方 那他剛在南西跟玉津的交界 那我就去那間齁 我每一年到這個 到這個冬天的時候 他就咬電話說 啊這蜜澡一定成熟啊 你要來包一身回去 要包幾身回去 這樣 啊很放鬆 就沒有 車就跑掉了 那這牛奶蜜澡啊 我去的那間是這樣啦 當然我們台灣在做東西 你用有機肥料的畢竟比較少 那它是用有機肥料的 那你如果是做最好的做法 不是用化學肥料 那也不能做農藥 但是我們 我不知道北京有沒有啦 我那間是沒有啦 我去的 我去找的那間是沒有 那它就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就是這樣 啊你 我們現在齁 就因為太多的農作物 都是噴農藥 啊我們知道說 蜜蜂啊 它要出來採花蜜 採東採西的 這很可能 那蜜蜂齁 比如說 它現在在這裡採花 啊它還要去另外一個地方採花蜜 啊 東採如果是有農藥 還有什麼 它採一採 背回來 拿去那個蜂蜜裡面 啊怎麼做會死 哈 一定去外面買賣賣ト 整個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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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有整個這個棗園要蓋起來 用那個 不管你像磅礡用什麼東西 一堆東西蓋起來 像是在溫室裡面栽培這樣就對了 不可以有其他的蟲類之外 那麼呢 但是裡面唯一一定要有的蟲類叫做蜜蜂 你只要去買蜜蜂來 蜜蜂要從什麼 蜜蜂就要背去那個老藏的 跟神機中間 它就背下去 背下去背下去 然後呢 它會種到這個不同的花粉來給它染作 等於它就是接生婆就對了 它要種到這個 比如說你如果去帶一個美國人 或是嫁一個美國人 這中間的這個接生啊 就是蜜蜂在做的 所以呢 一定要蜜蜂 背下去背下去 在藻園裡面背下去 所以一定要像蜜蜂 說到這個我近年去的那個朋友有夠好笑的 他說 他以前 他以前差不多四五年了 慢慢有一個經驗了 他說他過去了 那蜜蜂啊 他都是用做的 蜜蜂說要叫幾個星來 他說過去都要叫差不多八九星 八九星是用做的 還用做的 做來 現在就有人固定時間的把蜜蜂刺 蜜蜂呢 蜜蜂呢 只要把他放在藻園裡面 讓他背在藻園裡面 在那 到處採蜜 欸 啊今年呢 他自己買 他自己買 幾箱的蜜蜂回家 啊他想說 結果我的蜜蜂怎麼沒找出來吃蜜蜜 奇怪 還是要怎樣 是不是吃太飽了 去到處採蜜 就要在裡面 整個 藻園都給他吃而已 啊他一定是吃太爽 吃到沒有要出門 結果 過了兩天再看我 蜜蜂死了 死了一堆 啊為什麼死了一堆 啊就叫人來看 人就說 火鍋啊你又沒給他吃啊 你沒給他吃藻啊 啊為什麼 他說 啊那蜜蜂 吃的花蜜就不夠啊 你一定要再給他吃藻 這樣他不知道有夠開了 啊他那個吸藥料就腰死了 你都給他 給他腰死了 所以這說 有一些龍 龍士 我們現在在講 跟我們做好笑的 但是他在做人 真的嚇到沒力 結果他近年的收成 你知道嗎 所以變成就意 變成就意 但是如果到這個規則 牛奶蜜藻就好了 啊你若是藍那個肥料 化學肥料 我前兩天有人 客人給我吃牛奶蜜藻 齁 那切斗是烤烤烤烤烤烤 這樣齁 我怕死人 怎麼這樣烤烤烤烤烤 這樣齁 聽說啊 那都是化學肥料 齁 我這間來的這間是沒有 不然他齁 做得真的是很不錯 他的甜度都很高 我給他一個人來吃 他說 這不夠燈 這15度不夠燈 他說 我每切到20度 20度 你給他看那個 看甜不不甜到齁 我們的手齁 你現在把它加下去 手都黏起來了 手會黏起來 所以齁 你冬天來 你看 冬天來就有牛奶蜜藻的 人家 也有冷藏 10月份的時候 就有那個 入秋以後 10月份就有冷藏 齁 不然是冷藏而已 欸 膠也來了 歐多膠啊 黑腹用歐 還有黑面皮露 現在都來了 黑腹也來了 但是黑腹也來了 現在就走了 現在就走了 不過我最近 到了這個冬天 黑腹有兩個地方 一個家庭 一個我就跑去當天買 啊 黑腹 今年黑腹也特別多 我就問那個 做黑腹子 我說 是在整個地方 他說 不是 他說 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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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現在你就不知道 我們過去 中國人不知道 說我們台灣人 要吃黑腹子 齁 說了 也不知道 日本人 要吃黑腹子 他們都感覺 很奇怪 的東西 吃那個是要做什麼 我們台灣人 是怎麼笑到 半夜 這樣齁 尤其是 不會日本人 都燙到 這樣齁 這樣笑 海海 我 現在 黑腹是從黃海來的 那現在一漏就給 中國人 也只是抓住他 抓抓他 他今年怎麼給你做呢 他今年 現在知道 好 讓你們台灣人要吃 好 來 總量管制 你要吃多少 我給你多少 過去啊 我們是這樣 我們吃多少 他就錢 一直供應就對了 他現在不是啦,他現在給你控制一下一個數量 所以他開始把那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陰井一塊之後,黑肥就開始開了 所以這台灣人都不知道要死我 如果中華人要吃的東西,中華人要給你控制 到時候你就沒有飯堂吃了,我沒有給你騙 這不是怕黑肥的蠟而已,很多蠟,像三百肥也是 三百肥,三百肥都在做的行李,我聽說 某某人,不要說魚了 那三百肥啊,肥肚啊,你看他們中華人要吃而已 我們台南人在這裡吃肥肚,會越來越貴,越來越貴 我來這個,住台南住了兩年 已經蓋了百幾塊,一直蓋,一直蓋 中華人我愛吃,沒有了,也沒有了 現在又再來,聽說他們沒有吃三百肥,要吃那個三百肥丸 這他們就比較好吃 我最近也是去買三百肥丸 我告訴你,我到東天的時候四個七頭就對了 四個六十,那三百肥丸 我們傳統的這個做法,跟我們現在繼續做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呢 第一啦,我最近就找一個學家,去買那個三百肥丸 為什麼我會找一個學家呢?因為齁,我們中華人是中華人 我年輕的時候,帶我母親後,他有時候會讓我做會去他們高雄獎軍 他就要去政政,他就去,因為經過學家,他就去學家 學家和獎軍很近的嘛,就去學家 然後一間在做三百肥丸,就帶我去 那時候看他當中在做齁,我都在那個時代裡面齁 都會買兩百肥丸去台北,送什麼?送人 台北齁,我有一個,很多朋友吃這個三百肥丸說齁,很好吃,很好吃 三百肥丸在做齁,我現在順便給各位說,三百肥丸在做是不簡單齁 好早的,差不多四五點就起來,你要處理魚肉 這魚肉要怎麼處理呢? 魚肉就是要選這個三百肥的腳枝,就是 腳枝,背脊,他的背部的肉,腳枝偏 腳枝偏,然後選他的背部,背部呢 背部就是,背部就是那個,那個魚肉齁 現在算起來之後,你要用一個夾器,那個夾器就 把那個魚肉攪碎,攪碎之後,攪成魚塊嘛 把它切成魚塊就對了,然後呢,還要放到另外有一個叫 漏斗狀的裡面,一個漏斗狀的夾器裡面 把魚肉用去,那個魚肉齁,在那個裡面齁 會在那裡咬咬咬咬,咬這個魚粥 那魚粥呢,要從一個靠出來,那個靠是齁 圓形的,是一個陰形的,就在漏斗口那裡有一個圓形的 那圓形的,很像香燥,它上面有幾個口,很像香燥這樣 一個洞一個洞,那我們那個,各位如果看你們家水龍頭的邊 那裡那裡,在蓋的地方一定有一扛一扛的那種蓋子嘛 圓形的蓋子,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魚粥經過了那個圓形,你看齁 出來的,變成一條一條的魚面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不是要做魚粥 最重要的是,那個圓形的,那個香燥的那個蓋子呢 可以把魚粥過濾掉 魚粥就都流在它的表面上面 所以你也經過那個,那個香燥的,那個圓形的那個過濾器 然後,流出來的是一條一條的魚粥 那在中這個魚粥、螃蟹去那個那個那個,裡面到另外一個地方的香燥 啊,啊,啊,那香燥的呢 那才開始把它放那個白湯啦,啊,啊,還放一些蒜頭啦 蒜頭就是要帶那個魚的腥味啦 然後又放一些他們自己的皮烘就對了啦 啊,現在放一放,那又變成一個漁漿 這確定五十年,中間有一個,我說愉快要拍愉江的中間,他要用酒精菇。 各位知道酒精菇嗎?我們如果說酒精菇,大家會想到說, 我知道我知道,台南的民族路酒精菇,大家問一下好幾個酒精菇,沒錯。 酒精菇就是以前,我們的島民的有,那種你把米講水的酒精菇。 我們去精,是一個類似春天的春,下面一個酒,十春酒,不是十金酒,不是那個精神的金,那種黑白色。 我們說,我看你這個人看得很不爽,這個爺們要跟你精,我要跟你精, 你會精,人就是這個字啊,精人,精來精氣,這個字,叫精, 那麼酒精菇當然就是一個漏斗狀的,還有酒桃藻的,都頂著就,什麼大離石啊,或什麼花崗炎澤的酒宅。 所以頂固固,再重看一看,末不走 你現在要攪這一個魚塊的時候 你要用的攪拌的茶 一定要用燃燃的柳眼樹 燃燃的樹枝 燃燃的樹枝,為什麼燃燃的樹枝比較硬 但是為什麼要燃燃的樹枝,燃燃的樹枝 木頭跟石頭這兩個之間的摩擦才不會那麼大 才不會傷 你要兩邊,燃燃燃不行 所以一邊是樹枝,一邊是酒 魚肉在中間攪,攪成魚漿 這樣大家了解 好,現在變成魚漿之後 包括你的什麼蒜頭什麼都染好了 都已經攪拌過了 現在開始就要做魚丸 這個魚丸齁,我們這個 聽眾朋友齁,大家的好朋友齁 一定要給我看,雞氣做的跟手工製的不同 怎麼不同呢? 雞氣做的,因為雞氣做的 咚咚咚,像射出成形,這樣接著就走出來了 但是雞氣做的,它比較硬 比較硬 比較硬 如果用手做的呢 你要看三百魚丸是用手做還是用雞氣做的 很簡單 看看它是不是長得像栗子頭 栗子,大家知道天津草栗子的栗子 蛤,牙都有一些苞去舊 bå 那現在流一個箘舊 jej模 因為他是剩下手去,去抓一把魚漿 剩下手左一把魚漿 之後呢,多在那裡等 你魚漿現在這樣這樣招出來 招出一塊魚丸的魂箱 現在摺出來之後呢,吃的手摺起來,倒的手摺起來,都摺起來,摺起來,這樣就變成摺魚丸。 你再想嘛,手有可能比,多氣比較有力,當然是沒有。 所以手摺起來,就變成它裡面比較鬆軟。 比較鬆軟就有一個好處,摺起來,裡面還有一些油摺,所以比較有那種, 雖然沒有到爆漿的程度,但是吃起來就這樣,有那個味道比較好吃。 所以,我們家人家當初帶我去買的,都是大部分買手工的。 買手工,手工吃起來當然,跟客戶做的不一樣。 不過手工的比較貴就有,我現在聽說一斤價五塊,一斤都有塊錢。 所以,也值得啦,但是我現在變成這樣。 因為我一定離開天龍國台北。 我過去的朋友,會跟我來往的。 反正你如果人,當你在成功,你在出名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你是誰。 啊,當你已經離開的時候,你才知道你的朋友是誰啦。 啊,所以我現在還沒在送人,也要買回來。 我們台南在地,你要送他也怪怪,他說,我每天你借,你送多少錢? 所以呢,整個去買回來。 啊,這個,冰箱冰冰的,每天吃過了。 買一斤回來就吃不完,我吃幾個月也吃不完。 一天吃兩三個月而已。 但是都好吃就對了,因為在台南好吃。 啊,有什麼學家? 我聽他們那個學家人說,他們那個土地,土壤的鹽分比較重。 所以吃起來那個魚肉,比較軟。 啊,當然看人,有的人是,很多人很愛去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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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家那些,吃三個魚,買三個魚丸。 這都是在地的餐廳。 啊,另外還有一項,黑魚。 啊,這間,黑魚,啊,黑魚如果來,黑魚是冬至先,叫做姓魚,守姓用的魚。 冬至先,整黑魚就來了。 啊,他們在第一陪黑魚來的時候,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大事。 啊,不然在地才知道啦。 第一陪來的時候,啊,陶鵝一定夠啊,陶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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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鵝的烏魚到,叫做陶鵝。 啊,現在,啊,陶鵝如果到,就另外一個叫做陶鵝也到。 我最近在看人家那個,新聞在報道,說那個台北,去買陶鵝。 啊,很多人很夭壽的,啊,那陶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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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隻白在那裡給你看的,整隻啦,啊,很大隻啦。 啊,所以你可以現場看,現場切。啊,但是台北,他們說那不是,他們說那都這樣切成一塊一塊。 啊,鵝一定切成一塊一塊,你也知道說,它這到底是,你也不是來行的啦,齁,你也知道它是到底逃逃的。 所以說,有人用那些,馬鴿、馬鴿、馬鴿春魚,齁。 就是蟲子,我們台灣人說蟲子蟲子蟲子,就是要說這個,馬鴿春魚。 啊,這大家都近親嘛,看起來真正啦。 所以呢,台灣人還有一句話說,白白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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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鴿。 白白的就是馬家春魚 柯金我們周仙很早就知道有的人 人家的土土魚比較好吃 你就用那個白白的買家沙拉這麼騙 白白的雞頭頭 柯金周仙時代就有片土 經過了幾百年片土還是存在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 片土永遠是存在 所以你如果要買 現在冬天來的時候為什麼好呢 澎湖的來 你現在最好就是要買 如果比較有錢 他說差不多十斤三四千塊肉 我忘記了 應該是這樣 你把它買起來 買起來之後呢 大部分都是把它切 叫它把它處理 要把它切一塊一塊 現在把它拿回去 然後放在通風的地方 一夜間 這樣就可以開始送人 這樣 冬天來的時候就有土土土魚 知道嗎 知道嗎 所以老實說 台南 因為冬天的時候天氣 你說很冷的很少 日夜的溫差大 我有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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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冬天 台北的朋友都在Facebook上面 哀哀叫說 我看得不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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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沒有幾個而已 有 可能 我 也 一座 冬天的時候去台北 待得比較久 待得差不多兩個禮拜 真的 我們沒想到看得很久 那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以前在那個 我去台北也算 住三十多年 冬天是很冷 啊 我開始 帮來台南之後 我什麼風衣,什麼重量級的高人的衣服都沒帶來 都沒帶來台南,想不到 那時候有一座好笑,有一座在冬天在那裡吃冰 我吃冰,吃得痛到這樣,把冰打開,帶到Facebook 那朋友看來夭壽,你真的實在是沒有,這個人真的沒有情沒有情,我說是怎樣 他說,我一直想要死,想要過你來,你來吃冰 台南吃冰,這真的實在吃冰 台北講義義盡,在台南吃冰 不過,高雄吃冰更平常 因為我們台南還屬於雅熱帶,到高雄已經完全熱帶 我以前小時候在冰冬大,沒感覺什麼,冬天不冬天 所以在台南,冬天吃冰也蠻正常的,老實講 冬天,冬天大家都吃冰,夏天吃冰,冬天不會冰的人要怎樣 你叫賣家喔,到冬天的時候,我以前都會去買青草地,楊桃枝 他們就跟我說,冬天行李都會差很多,我說要怎樣 賣冰的到冬天賣什麼,賣米格米 所以你還是有熱的可以吃 熱的可以吃,所以這只是真的很好 好,除了,你說比較冷的時候要怎樣,當然要去洗蚊子 蚊子,蚊子 我這樣想到那個吳靜械蜥蜥蜥蜴,叫做冬天吉蘭 就說,我會寫到這樣,我以前就說,冬天頂冬天是多好多多好 還有那些冬天,我會給你看到,真讚 我到了冬天,也會去冬天切頭 去那齁,我們知道冬天頂齁,它有產香菇 它還有什麼,四季都在烤雞,什麼湯,雞啦,什麼雞都有啊,有雞啦 所以它有在土雞那兩,齁 就有人做一種香菇茶葉蛋 用香菇,下去攪,攪什麼,攪那個,那個 我們說熟了兩,齁,宰熟的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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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宰熟的兩,宰熟的兩就是宰熟的兩 宰熟的兩,宰熟的兩,宰熟的一家,宰熟的四宰熟,你還要點到四宰熟熟的兩,宰熟熟的兩,宰熟熟的兩,宰熟熟的一天一夜 我如果見到外面有什麼吃香菇蛋 這很簡單嘛 你要泡蚊床吃到白痘痘不像什麼 不然之後我吃完才出來泡一個吃好料的 好 到那裡外面在洗蚊床 如果我 北京的蚊床我比較少洗到 我甘願說去那個警察教材所那裡 我來的警察教材所那裡扛 那是冠仔鳥的這個溫泉 是水泥炭的溫泉 你泡起來 那它的水蚊蜜嘛 泥漿嘛 我是聽說 警察所那裡睡在日本時代來的就是最好的 你就可以在裡面泡溫泉 好啦 剛才冠仔鳥沒辦法 當然是有很多地方啊 逼他到宮 要去到那個江山那個地方 江山紀山那個地方 要到高雄那個地方 有冠爭 那多讚的 你不知道 冠爭那多讚的 冠爭我如果到了夏天的時候我就跑去 那時候要泡冠爭 那冠爭 你人這樣擠進去一分鐘 你差不多技藝准這樣啊 很少有這個技藝准 冠到那個 冷到痛 冠到那個骨頭裡面去了 你如果要冠一分鐘喔 我是好像冠一分鐘就要粉 那邊還有熱水 我現在就 在裡面 你會冠 一直冠 冠到給你 整身咕嚕死 之後再跳過去另外那邊的燙 所以你說 冬天來台南 有爽嗎 有爽嗎 很爽嗎 所以你看我這樣一樓 這樣拉里拉渣說下來 你要知道說 到了冬天 到了入秋以後 啊 又一天我沒跟你說 那現在齁 處女巡啦 啊 大三天啦齁 發現冬天在台南來的漁產最多 台南實在是 我一天跟一個朋友齁 因為 台南差不多一鎮一特色啦 都有它各種產出 譬如說什麼 山仔啦 米啦 麻豆的紋蛋啦 啊 啊這個 這個 牛奶蜜棗啦齁 每天都有就對了啦齁 我不看過說有人一個 你去日本也沒有 日本你說 因為月光明齁 那是一個地帶 不然像我們台灣 就算很小的鄉鎮 它也是有自己的特產的 那這不簡單 就有這個 這麼好的地方 那這 最大的恩賜 最大的恩賜 你想想看 黑山頭嗎 有一個黑山頭 有一個 三分之一口 所以還有一個奶蜜 那奶蜜 那她的肥海的漁產的資源 是多少人那豐富呢 好 還可以日月光沒有在台南 沒那麼便宜 所以那個奶蜜 裡面的資源多豐富呢 那要說這個奶蜜 我都喜歡的唱 我相信一種唱的 我在那時候,在電視台裡面,我總覺得 現在有做一系列的節目,我就辦一個 因為那個時代,在我那個時代,電視台台北 我們都是天龍人在辦的,比較多也報台北 沒有在報中南部的 所以很多我那個工作人員,電視台工作人員 大家都搞不清楚中南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中南部的風土的民情都不理解 所以我就把裡面的導播說,你去籌組 我們現在要做節目,要帶一些工作人員 帶一組,好啊,去中南部走 這真實在是台北共和國的小孩 去到那個,來到中南部,看到那個 我說一個好笑的事情 他說,看到椰子樹啦,牙肌手 裡面一個畫大小小小說,啊,檳榔,檳榔 這樣混,他真的 我那個時候,我變了一個特別助理 特別助理,我怎麼聽不懂 聽他畫到那個檳榔,他說 你說,你講那個是木瓜,我還相信 你講那個是檳榔 那麼大一顆 那麼大一顆,椰子在那裡,變檳榔 你說台北共和國 那是以前網路不發達的時代 我怎麼開始做這樣啊 那這樣也太瘋了 那有一次去到這個台南的賴海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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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現在就來到這個內海哪 就帶著漁民帶我們出海 出海去,不是出海去內海的那裡 arial牌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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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細節看一看 我順便把這些小孩子介紹一下 這裡是怎樣 這裡是怎樣 這樣 然後就去看 那魚面又順便把魚 還表演說 魚要怎麼牽牠的牠 要怎麼牠裡面豐富的漁產蒙起來 結果呢 有一個魚面把那個 牠就 把牠牠蒙牠蒙牠 把牠牠拿起來之後 一打開裡面就有很多海傘 水傘 一堆東西 香港裡面還有一個話說 河馬魚海豚 大家 常常來有河馬跟海豚 魚面表情 有夠無辜 夠好笑 我現在到現在的印象 整個漁民總在那裡驚慌失措 我當時有抓著河馬 我當時有抓著海豚 我當時也覺得奇怪 那裡有海馬 河馬與海豚 這樣 我現在看來看 原來 牠是在說海馬跟河豚 那兩邊說不對 河豚 海馬 河馬與海豚 這體積差多少呢 所以喔 這經常是說台北共和國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TVBS的記者 說在報台南一間豪宅 那記者第一句話說 在台南的鄉下 有一棟豪宅 那間是在台南 那間不知道是 我已經是東區還是北區 反正不是台南關 不是古早是台南關 是在台南裡面喔 但是照他們來說 反正離開台北都給鄉下就對了 所以這武當人很陷 就是這樣 比如說 我去台北英港 就有人騎到我問說 你們台南為什麼沒有公車 為什麼沒有捷運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當然這不是我要回答的 這我就不是交通局局長 我怎麼知道 什麼沒有捷運沒有公車 這不是我的事 但是有公車當然有啊 我回到台南後 他們的台南市政府的官員 很不呼吸的 說我們一年開一條 一二三四五六 已經開六條了 六條可以到哪裡 又到哪裡啊 然後 簡單說就是 真的有很多天龍果 他在想說 你沒有公車 你的公車應該長得像台北那種公車 而且應該有公車快速道路 台南這裡這點也是要改進 最好是有公車的專用路線 但是現在也是這樣做啦 但是沒有那個公 專門給公車走 其他車子不能走的 啊 因為啊 過去的台南的公車做不開 也是因為 其實是真的很多人 啊 很多的台南人出門都沒有在坐公車的啊 沒有在塞車 沒有在騎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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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還有另外一種 啊 就是說 啊你如果不捷運 奇怪啊 全世界都要像你台北要有捷運就對了啦 啊 台南沒有捷運 其實台南可以發展輕軌的 輕軌捷運 輕軌捷運 讓大家多多利用 但是我還是很懷疑說 台南的這一種公共運輸 到底 呃 台南人有在利用嗎 還是沒有在利用嗎 就是 我也覺得很懷疑 啊 Anyway就是說 你來到台南 所以我現在有一些朋友來 說 我冬天來 最好 啊來的時候你很簡單 坐高鐵 然後到了沙輪站 啊 坐到台南那個沙輪站 沙輪站 沙輪線 坐火車去買 我來火車去接你 啊 啊我們就來去騎腳 啊 啊那個 啊 冬天入秋以後 不是很熱 然後 漁產又豐富 水果也很豐富 所以 入秋入冬以後 來台南 最好 好 啊就是這樣齁 好 到現在先看FMQ1.5 一位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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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位之聲 我是一位 下禮拜 講這時間再會 拜拜